你好,歡迎大家參加CostCup 我是這間早上議程的主持人Weekend 這邊的議程是由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跟新竹馬農共同舉辦的 如果大家對議程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FB搜尋社群 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或者是新竹馬農 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主要是線上的聚會 而新竹馬農在每雙週四的時候 在交大前面會有一場實體的聚會 所以也都歡迎大家參加 接下來這場議程時間是25分鐘 時間到12點35分 我會在12點半的時候再提醒一下講者 大家請把手機調成靜音 以立議程順利進行 如果需要出入的話 麻煩請從後面的門出入 如果待會有QA的時間的話 大家的台前有那個麥克風 大家按下按鈕的話就可以發炎 這樣子 那再下來我們就請我們的主講者 王崇偉來介紹他的 Sure Sanitizer 謝謝 哈囉大家好 然後我是王崇偉 然後在公司大家大部分都叫我Tab 然後為什麼今天會來這邊講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公司其實主要是用GoLang在開發 然後我們在用的過程當中發現說 其實在MartySure的時候 其實好像一不小心 好像只要我們把Go的Data Race的LiftTaker一打開 好像就會找到一些錯誤 然後所以我們幾個同事聊一聊就想說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說 所謂的Go的Data Race Detail 它內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查一查就發現說 其實它跟西加加裡頭在用的Sure Sanitizer 其實是同一套的Call 然後所以今天就想說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可能看到的一些大概它的運作原因這樣 然後像這個Call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Go的程式 它就是Go的Function 指的就是說它開了一個新的GoRoutine 一個類似Sure的東西 然後去執行它裡頭的這個Function 它把一個變數A設成Hello 然後它的MainSure 又直接想要把這個A給印出來 然後假如在開啟Data Race Detail的狀況底下 就會有汪零跳出來告訴你說 可能有一個Data Race的存在 那這邊看一看就會覺得說 到底為什麼它會有這樣子的Data Race 那它可能的原因就是 我有對A做一個Write的動作 那我另外一個地方又想對A做Write 然後這兩個好像 它在對同一個Memory的Address 然後好像在同樣的時間段裡面想要對它去做存取 那它就噴了這樣子的一個Write出來 那我們試著說如果我們把這個Call 稍微改一下下很像 好像我把這個Assign放在MainSure 那我把這個In的部分放在這個GoRoutine裡頭去執行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說好像就沒有Data Race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去想要去看一下說 到底那什麼是一個Data Race 這兩個東西到底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一個就是它在執行的時候會覺得是有Race 另外一個會覺得它沒有Race 然後Tata發現說Data Race其實好像有人是這樣講 它要對一個相同的Location做操作 然後要對是兩個不同的Stread同時在做操作 然後其中可能至少有一個是 不是全部都是讀 然後而且它不是Synchronization的Operation 然後這邊我們再看一看 這兩個好像都是對這個A的變數做操作 那好像唯一的差別可能就在於說 其中一個是Synchronization的Operation 另外一個不是 然後可是到底為什麼一個是一個不是呢 然後我們去查一查以後發現說 所謂的Synchronization就是它是一個順序性 所以像一般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假如說它是SingleStread的話 那可能就是它執行起來的效果 雖然實際上可能它的順序會被改變 但執行起來的效果就比較像是 寫在前面的應該要先跑 然後寫在後面的要後綁 雖然說Compiler或者是CPU 可能會幫你做一些Reordering 但是基本上執行的結果 應該要這樣才算是正確 但是在跨Stread的時候 到底誰應該先跑誰應該後跑 像我們剛剛看到兩個 一個是Write的Operation 一個是Read的Operation 那在什麼情況底下 它一定會產生這個 Happens Before的關係呢 就是如果說 我們後來發現說 看了定義 有發現說 假如說某一個操作 它一定會發生在 另一個操作之前的話 那這樣就算在CrossRace之間 它也會建立一個Syncronization的關係 那就是像這個 右邊的程式一樣 它就不會有DataRace 但是假如說另外一種狀況是 可能第一個Operation 它不見得會比第二個Operation 早發生 然後第二個Operation 也不見得會比第一個Operation 早發生的話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所謂的一個 沒有Synchronized Operation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去看說 那到底怎麼樣子叫Synchronized 怎麼樣叫做不Synchronized 然後就發現了一個關鍵字 就是可能今天早上第一場的講者 也有講到就是Memory Model 那Memory Model的話 它是每一個語言 其實它都會有自己的Memory Model 然後我們就查了Go的Memory Model 然後我們裡頭也有人 比較熟悉C++的Memory Model 那Memory Model如果以 從DataRace的角度來看 它到底做了什麼 或者說它定義了什麼東西呢 它就有點像定義了說 它定義了CrossRate之間的Operation 的這種先後關係 所以最主要的一個字 又出現的就是Happens Before 等於它定義了說 可能像假如我有一個Mutex 它是一個Lock 那我可能對它Accry 或者都要Release 那透過對同一個Mutex 去做Accry跟Release的過程 那可能兩個Straight之間 就產生了一個數據性的關係 就說我的這一個Release 一定要發生在 Accry之後 那這樣子就會說 那個可能 Accry一定是 就是Happens Before那個Release 或者說那個Release 一定是Happens Before那個Release 所以就發現說 透過這個不同語言的Memory Model 那其實有可能就可以定義出說 不同Straight之間的 這種先後順序的關係 那進一步的 當這個先後順序關係 確定的時候 那這程式的執行的結果 就會比較可預測 不會說因為 可能我發生在你之前 也可能你發生在我之後 所以在某些Crypto的地方的時候 就變成每次執行出來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那回到這個主題 就我們現在知道了 Data Race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對同一個位置的讀寫 這個Memory的操作 他們彼此之間 並沒有一個 確定的先後順序的關係 那這個Straight Sanitizer 到底是怎麼樣來找出 這一個這樣子的 Operation的操作 因為想像說 有一個方式可能是 我可以對Code做一個 Static Analysis 我去看懂所有的Syntax 然後我去猜說 哪些可能會碰到同樣的Memory 但其實這樣會很困難 因為在Long Time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 變數才取得Memory Address 所以做過Static Analysis 有時候並沒有那麼容易 去找出所有的Race 而且可能也會 消耗很多的運算資源 所以Straight Sanitizer 這邊的做法 它其實是 有一點像是在Long Time 在Long Time的時候去做Detect 然後 我這邊大概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在 Compile Time的時候 它去做了一些 Compile的Information 就是它去 篡改了一些 這個Memory操作相關的 一些Operation 那在Long Time的時候 它去Monitor 所有這種跨Thread Memory Events 然後它想辦法在Long Time的時候 去找出說 到底哪一個Thread 或者跟哪一個Thread 可能同時想要去 Asset什麼樣子的Memory 然後在Long Time的時候 它還需要去做report 因為我們假如只知道說 有兩個Thread 彼此之間它發生了這個Data Race 其實對寫程式的人來說 可能訊息量有一點少 我也不知道說到底是 哪一行Compile可能出錯了 所以它另外一個 比較困難的點就是在於說 它要怎麼樣去 Rong Time的去產生一個 有意義的一個report 讓就是 Developer可以很快的發現說 到底是什麼地方 跟什麼地方發展的Data Race 所以今天會大概針對這三個部分 簡單的講一下 然後我會看到 那它Compile到底是 做了哪些instrumentation呢 第一個 所有的Memory Assets都會被改過 然後第二個是剛剛提到說 每個語言當中 可能都有一些 跟Synchronization相關的操作 那可想人之這些操作 它應該也需要去動一些手下 它才有辦法知道說 到底誰跟誰有這種 Happens before的關係 然後第三個是 就是為了要產生有意義的report 所以這一個 Function的 Entry的Point 跟Exist的Point 它也必須要去動一些手下的做記錄 那這邊 其實沒有很詳細的去看說 沒有很詳細的在這邊去講說 它到底是做什麼樣的操作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一個instrumentation大概就是 上面是原本的code 那下面是它動過手下以後的code 它可能記錄了Function的Entry 記錄了這個Write 然後記錄了它的Exist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最後的reference 有reference 它就是github repository 大家可以再上去看更詳細的部分 然後再講到說 Runtime Detection 剛剛它的instrumentation裡頭 到底動了什麼手腳 其實簡單來說 它可以說 它其實對於所有 跨數類的memory 它的assess event 它其實都想要去monitor它 然後它monitor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的memory address 用八個byte做一個單位切開來 然後每一個單位呢 它會去記錄說 可能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它發生了哪些的assess event 然後當今天有一個新的event 對這一個八 byte的memory address 發生的時候呢 它就去跟它過去記錄下來 這些舊的assess event 去比較 去比較看看說 它們之間是不是有 這個haven before的關係 還是說它們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數據性 那就代表說它找到了一個 就是可能的data rate 對 那這邊我們再往下去看說 它的call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它到底記錄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開go data race detector的時候 它可能程式會變慢 但是其實也沒有差很多 可能就是在三四倍左右的時間 那它的記憶體用量會變多 但是其實也沒有多那麼多 因為想像剛剛這一連串的操作 其實會覺得它可能很貴 就是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要被改掉 所以我們有去看說 那它到底是動了什麼手腳 所以它可以比較有效率的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邊它所謂 它有一個叫做shadow state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8 byte的memory 它去maintain了一個shadow state 那裡頭就是記錄了那些舊的event 那每一個event 其實是一個64bit左右的一個shadow word 所以它這邊就有第一個trail 就是它並沒有去記錄所有的thread 對這個event的操作 它只有記錄最新的n個 所以可以想像說 當你的這一個thread的數量很多 很雜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在某些狀況底下 我第一次跑這個data race的detector 是找不出race 但是第二次跑的時候有出現 就是因為它在這邊 它在效率跟準確性上面 裡面有做一些簡單的thread 然後第二個我們再去看說 到底它shadow word裡頭寄了什麼東西 那第一個寄的是thread的ID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很像是 每個thread自己maintain的一個local的clock 因為今天如果要去maintain一個global的clock 其實很困難 但是因為我有自己知道自己的thread在跑 所以我要去記錄說我local的clock的話 我只要每次在做這種相關的memory access operation的時候 去increment我自己local的clock 我其實就會知道說我自己現在在哪裡 然後另外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我一定至少要有一個操作是寫 所以它也會去記錄說 這個操作到底是讀還是寫 然後它也會去記錄說 8byte我可能不見得每次都完成讀8byte 我可能讀1 2 4 8個byte 那我也可能從任何一個地方開始讀起 所以它要去記錄 sseize跟 address offset 那之後會把這個投影片丟出來 所以想記的code在這區裡頭再繼續看 所以可以想像這個 在每一個8byte memory裡頭都記錄了說 過去對它進行操作的N個操作 然後還有它操作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是更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好我現在知道有一個新的event發生了 我知道過去可能有好幾個舊的event 那我到底要怎麼決定說 到底有沒有data race 所以第一個一定就是看說 照定義它至少有一個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們兩個的address上面要有overland 因為剛剛講到8byte 我可能一個是第一個 一個是第八個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不可能會有data race 然後假設這兩個都排除以後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要看說 新的跟舊的它到底有沒有synchronize 那像剛剛提到synchronize的定義是 兩邊都不存在這種絕對的順序性 但是它這邊又做了一個簡單的optimization 因為新的在實際執行上面是比較晚發生的 所以假如說新的那個operation happens before舊的那個operation 那本來就違反了這個基本的定義 不代表你的電腦可能有點問題 對 所以可以說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去掉 所以就是說 新的它一定是要嘛就是說 舊的happens before新的 新的不可能happens before舊 所以最後detect就只剩下 要找出一件事情 就是給我一個舊的event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它是不是happens before新的那個event 那就剩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看到兩個 這一個local clock 我可能知道說 threadB做了一個舊的操作 那它在它的local clock是1000 那threadA現在做了一個操作 它在threadA的local clock是2000 可是我怎麼知道說 就是threadB的clock1000 跟threadA的clock2000 到底哪一個線哪一個hole 然後這邊就是運用到了一個 一些小技巧 就是說它在每一個thread上面 它去maintain的一個clock vector 去記錄說其他的這個thread 它到底跟它什麼時候有發生sync的一個關係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一個sync的關係呢 就是當你對synchronization的variable 做一些synchronization的操作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種潛在的一個sync的關係 對 那這邊我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下面這簡單的code 就是它有兩個主要的structure 一個是thread的clock 它是每一個thread maintain的一個clock vector 那它理論上它一定要maintain所有thread的clock才會做 但是它這邊有做一些也是一個optimize 它其實有一個maxima的k 去限制它需要的這個記憶體的量 然後syncclock的話就是每一個lock 或者說每一個sync的variable 它都會有一個clock vector去記錄說 到底上次那些srread跟它來做 這個equire或是release的操作的時候 它們的clock個子是多少 所以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當它在release的時候 它會去update這個sync variable的clock 它就有一點像去記錄說 就是我現在跟你這個sync variable做了一個操作 但是因為過去可能我跟其他的thread之間 已經有建立過這種heavens before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透過這個release的操作 這個sync的variable的clock就可以知道說 可能其他每一個thread 它上次跟我連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然後我在apply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update我自己的這個clock vector 就透過這個sync variable 就說我知道說 原來你跟其他的thread之間是什麼時候sync過 那我現在知道說 我現在跟其他thread之間的這個haavens before的關係 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 然後所以它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讓它的haavens before這個 就是booling的function變得非常的簡單 其實就是說我去自己的這個 local maintain的這個thread的clock vector裡頭 取出現在這一個舊的他的thread ID 就是的那個epoque他的local clock 然後跟舊的這個event發生的時候的epoque來比較 就像說我現在跟那個就是舊的那個thread 它比起來到底說有沒有那個 比較確定說一定是舊的會比較晚發生 對 舊的會比較早發生 對 然後我們底下來看一下一個簡單的例子 然後我們底下來看一下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說T1T2它都有自己的cloud vector 那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T1可能在local clock是0的時候 對一個記憶體做了一個操作 那接下來T2也對同樣記憶體做了一個操作 然後這時候就會發生一個比較 他說我現在去就是T2裡頭 把這個T1的這個拿出來是0 然後在舊的這個event裡頭記錄的也是0 你會發現說它好像並沒有一定小於它 然後所以這時候就覺得我們找到了一個data race 然後再來第二個例子是 就是有比較複雜的 我假設說現在有一個think variable 它可能叫m1 它可能是一個mutex 那我一樣我一開始先lock它 然後我接下來去write它 然後接下來我去unlock它 那unlock它的時候 然後它的這個think variable裡頭的clockback 其實就產生變化 然後這時候假設我另外一個thread 再去lock它 那這時候這個think variable的這個變化 就會think到這個T2本身的thread的clockback上面去 然後這時候我再對它做一個操作 然後因為一樣發現說 我對同樣一個位置去做了操作 所以這時候就要去比較說 那到底有沒有happence before的關係 他發現說舊的T1到底是什麼時候寫的 T1是在自己的localclock1的時候寫的 那這時候我又從我T2 我自己本身maintain的這個clock vector裡頭 去把T1的 就是我現在跟T1think到底think在什麼時候呢 think在2的時候 他就發現2其實比1大 所以就知道說這個舊的T1 在他local的clock1的時候做的操作 其實一定是happence before 我現在發生的這個操作 好剛好也差不多快晚了 然後所以這一個happence before的 比較會是true 然後最後就是很快講一下report 因為我們看一看我們有一個疑惑 就是說為什麼我需要一個localclock要42個bit 就是因為happence before的關係 他increment有一個方式是說 我只有synchronization相關的operation的時候 再去做increment就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需要的記憶體量在進一步的縮小 那為什麼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想要用42個bit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去思考一下說 到底怎麼樣report是useful 第一個是說我可能會需要知道stake的trace 那要知道stake的trace的話 就是在new的那個event的時候很簡單 因為我馬上去做stake的trace就可以 但是在old的那個event的時候 我怎麼去產生對應的stake的trace 那這時候就會需要我知道他什麼時候進去 哪個方向什麼時候出來哪個方向 然後第二個是說就算我知道他什麼時候進去 什麼時候出來 可是在兩次不同的這個synchronization的操作當中 其實他可能發生了非常非常多次的write跟read的操作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也會想要知道說 他到底是去write什麼read 所以可能write read變成說 在這一個report裡頭也是需要的 那最後就變成這些東西最好都去increment這個clack 會產生比較好的report 那他maintain的方式其實是他每個thread 有自己的一個event list 然後當old發現說他是有data race的時候 他就會用底頭記錄的epore去找出他自己裡面 event list的這個位置 然後去generate出完整的stake trace 但是這邊一樣也是有一個threader 就是他沒有存全部 所以他是一個就是會循環利用的一個固定大小的buff 所以也是有機會找到data race 但是依不出stake trace 然後最後就是一些相關的github的references 然後還有一些別人之前講過的這個 跟threadsnet的相關的一些資料 然後今天就講到這邊謝謝大家 時間關係開放一個問題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可以前面的麥克風直接 對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程式裡面完全沒有發生synchronization的operation的話 他有沒有辦法去sync那個 就是sync clock嗎 就是會不會變成是 他完全沒辦法偵測到說 就是你剛剛vector clock的同步的狀況 但這樣的狀況底下的話 他會一直偵測出data race 因為如果說你兩個stread 然後都有去讀寫相同的main race race 但是完全沒有synchronization的操作的話 那他肯定就是有data race 可是他這樣怎麼比 他的那個vector clock 是不是happenbefore的那個關係 就是他不會去sync兩個thread中間 vector clock的那個順序 他的初始值假如說是0或是-1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從來沒有sync過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你最初始的狀態 我覺得這應該是他裡頭始作的方式 另外一個答案就是說atomic operations 其實也算synchronization operations 對 他雖然沒有完全的實作 但是一部分的acquired release 他也有instrument 對 所以也會達成happens before 那依照定義 如果你沒有用atomic operations 也沒有用mutex 那就是race 對 然後在他的code裡頭 其實atomic code也是會去code acquiredrelease的那些code 去操作那個thread vector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再掌聲謝謝從文分享 也謝謝剛剛那個scar的補充 然後下一場議程在40分的時候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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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